有这么一群人,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他们的脸色总是发黄,暗沉,好像有一层灰铺在上面,怎么都洗不掉,中医指出,这类人多数是湿热体质,那么,什么是湿热体质呢?湿热特质的人群有什么表现,有什么调理的方法?什么是湿热体质呢? 湿热一般分为外湿和内湿,外湿是指外在环境影响,例如季后的潮湿,淋雨,居室的潮湿,这些情况会使外来水湿侵入人体,内湿是指体内环境不清洁,在中医上认为,皮具有液化水湿的功能,若食用过多的甜食,油腻食物,暴野暴食,消化不良,皮不能正常润化, 就会出现水湿内瓶的现象,湿的人女一招爱外湿的入签,外湿也常困住疲惫使湿从内生,湿热特质的人群有什么表现? 湿热体质的人群,一般是偏瘦或者偏胖,脸色比较发黄,暗沉,多油,口干,口臭,口苦,尿黄,大便干,女性白带发黄,一路急躁,容易激动,失眠,湿红抬黄, 牙齿比较发黄,牙齿比较红,口唇也比较红,容易长错疮,皮肤泡痒长红疹,有什么调理的方法? 一,饮食调理,湿热体质的人群在饮食上,您尽量选择清热吃湿,清干力打,渐渐和味的食物,可以适当即食冬瓜,绿豆,炙小豆,红豆,芹菜,黄瓜,莲藕,苦瓜,梨,琵琶等食物, 但要避免辛辣食物,混锅,油炸食物,羊肉,荔枝,榴莲,韭菜等食物,在夏季不可贪喝狠饮,否则会加重病情,二运动调节,现今的白领,学生等,多数是长期久坐,很少运动,这样容易饮食入体, 湿热体质的人群适合做强度的,运动量大的运动,例如游泳,爬山,武术,中长跑,以及各种球类运动,但做运动要省对时间,在夏季应避免在中午时分, 气温较高的时候训练,可以选择傍晚或其他比较凉快的时候训练 三,居住环境,居住环境是否潮湿也会影响人体健康,应避免居住在地方潮湿的地方,尽量选择像羊的,通风干燥的地方居住 四,心情调节,是热体质的人群比较容易发怒,生气,急躁,保持一个好的心情,学会抑制情感上的不良情绪,日常可以参加一些有益意义的户外活动,多结交新朋友,可以有效换解压力,使心情舒畅愉快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